大家好,2020年8月24日第一期 聊一聊这个我个人看海外网站的一些感受吧 在这个看国内的网站的时候 经常感觉很多新闻或者是观点 和我的头脑里的感觉非常不一样 又看不到别的声音 但是感觉就是很怪 或者是逻辑不通 终于能看境外的很多网站了 可还是发现有一些新闻,消息,立场,观点 这个社论啊 都和国内有一些还挺接近的 比方说像这个纽约时报,BBC 这个像这个路透社 感觉怎么有一些稿子都和国内看的稿子 几乎一样呢 后来问了问有朋友说 英文版和中文版内容不太一样 英文版可能是给国外人士看的 懂英语的人看的 这个中文版更多是给中国人看的 中国人嘛就是很多都是有些人出钱 或者说是施加影响力发的一些消息 或者是新闻 或者是干脆直接转载了国内的这个新闻报道 所以和看国内的差不多 我真是大惊啊 感觉这个原来国外的老外他肯定不看中文呀 国外的中文也是给国人看的 原来走到哪儿也都是脱离不了这个语言环境 脱离不了这个宣传公式 脱离不了这个洗脑的这个氛围 类似的报纸或者是网站还有很多 有时候在手机上下个APP就发现也是 你想找中文新闻或者中国新闻 结果跳出来很多这个音响里边好像是 海外中文网啊 我不一定叫这名啊 我只是有个印象 什么海外中国新闻啊 华人中文网呀等等 这个华人 美国华人这个新闻等等 类似的欧洲华人新闻等等 这种APP 一看它也不是什么大通讯社和报纸下面的 其实就是专门播中文新闻的 就是按照这个国内新闻的要求 综合汇总起来 让你在国外一样 可以畅快地读国内的新闻 得到国内的教育的 还有一些网站也是 像什么旧金山华人网 什么纽约华人网等等 还有一些类似的 甚至有一些报纸 只要是有中文的 大家都得注意 如果你真的想看真实的东西 我看到好像 像苹果日报啊 福克斯新闻啊 这个明镜新闻啊 这些还不错 还有那个东森啊 东森新闻啊 这些还都不错 能看到和一些国内不一样的东西 其他的真的是 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网站 就是有一些论坛 能交给你一些 中国人在那生活呀 各方面的一些小知识 能给你解决一些小问题 但是呢 在大的方面 真的是让你牢牢的 还是给你一种 继续待在国内的感觉 就是小处帮忙 大处洗不停 好嘞 个人的一点 看网站的想法 随便聊聊 拜拜